你听的是SBS电台广东话节目 你现在听的是SBS Audio的播客解释澳洲 可以帮你加深了解澳洲 提供安全和麦包红的学习环境 是每个澳洲学校社区的核心使命 但当小朋友在学校受到欺凌的时候 或者网络欺凌行为发生的时候 家长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 欺凌行为有多种的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伤害 有专家表示 无论情况是怎样都不应该掉以轻心 南欧大学未来教育系的格林博士 概述了欺凌行为不止对受害者有长期的影响 社会也一样受到影响 他提及到咨询支援和医疗需求所产生的费用 格林博士表示 澳洲四分之一的学生 由四年级至九年级 实际上每隔几个礼拜 甚至更频繁地有被欺凌的报告 根据报道指 欺凌行为令到社会造成了230万澳元的损失 这些损失发生在孩子上学期间和毕业的20年之后 但更重要的是 这些行为在毕业之后多年 仍然会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 生活品质和整体福祉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而究竟什么类型的行为会构成欺凌 它与无害的弃弄又有什么不同 格林博士解释 如果按照澳洲目前对欺凌的定义 欺凌是透过反复的言语、身体或行为 在关系中持续蓄意地滥用权力 意图造成伤害 无论是对身体、社会或其他方面的伤害 欺凌可能涉及一个人或一个团体 对一个人或多人滥用权力 格林博士解释 意图滥用权力和重复的因素 界定了弃弄和刻薄的分别 但格林博士引用最近的研究警告 这条线可能会很模糊 他指 因为当这些行为对正在经历的人造成伤害 而这种行为持续存在的时候就有些踩界 变成了欺凌的行为 当澳洲儿童被问及霸凌和弃弄的时候 他们会说 伤害性的弃弄 是他们实际经历过的常见欺凌行为 然后就是关于他们的伤害性方言 格林博士和塔德奥博士 为一个称为Bullying No Way的团队展开研究项目 这个由政府发起的团队 是在澳洲范围之内支援学校、社区和预防欺凌行为 塔德奥博士解释 虽然学校制定了不同的政策 但每一家学校都应该制定欺凌预防策略 包括提高对于性别多样性 残疾、种族和宗教信仰的认识 学校都有明确的程序来报告欺凌事件 并且为受影响的学生提供支援 塔德奥博士表示 一般来说一旦收到欺凌事件的报告 他们会收集和记录信息 以确定如何最好去介入 和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确保学生的安全和福祉 学生都有可能被转介指寻求专家支援和服务 但当然这个将会和学生和他的家人讨论 现在如果学生或者家长和照顾者对于学校采取的措施不满意 他们可以打给教育部门的投诉管理热线 塔德奥博士指 当孩子赶述欺凌经历的时候 父母照顾者会经历了一系列的情绪 这是很正常 但最重要的是要令孩子相信你会支持他们 塔德奥博士提供了一些实用的建议 指导如何保持冷静 以及如何有效地向学校报告事件的经过 父母可以要求由孩子的老师或合适的学校教职员会面着手 同学校工作人员会面的时候 重要的是带同笔记解释曾经发生的事 信问将会采取哪些具体步骤和何时会处理 信问事件的保密情况和有需要的时候 校方可以为孩子提供的支援措施 而每次同学校工作人员见面的时候 都要保留会议记录并且继续跟进 哈拉克是澳洲网络安全专员的教育预防和包容性执行经理 澳洲网络安全专员是一个政府机构 以帮助遭受网络欺凌或虐待的澳洲人 他讲解事件发生的时候需要采取的关键行动 并且解释澳洲网络安全专员是何时会介入 哈拉克表示当孩子遇上网络欺凌的时候 帮助孩子证音或封锁帐户之前 应该先截图和记录相关的网址 如果你向发生欺凌行为的平台举报 但平台没有采取行动 可以通过向澳洲网络安全专员的网站举报 机构有拥有要求删除任何严重及有害内容的权力 哈拉克表示免对任何疑似或是确认了的网络欺凌事件 他对父母的建议是不要强行拿走孩子的电子设备 因为这样可能会阻止孩子将来寻求帮助 他建议父母支持孩子共同渡过难关 并且确保他们获得所需要的情绪支援 刚才是SBS Audio的波克 想听更多解释澳洲的内容 请浏览sbs.com.au slash Australia Explained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 使用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Podcast应用程式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